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我是曼斯德 今天這集 應該能算是一個新企劃吧 先簡單稱為 觀眾來信系列的第一集 好的 那其實在開創頻道 這一年多的中間 陸陸續續會有一些同好 詢問要怎麼寄東西過來 那曼斯德工作室這邊 其實不太適合收信 所以最近就去辦了一個郵政信箱 相關資料在這邊 有地區要是54099 南投民族路郵局第一號信箱 只要寫上曼斯德的玩具頻道搜就可以囉 那很感謝再辦好沒多久 就收到了兩個包裹 有一個我已經知道內容了 這位同好有說先拆完再來讀信 所以呢 我們就先來拆給大家看吧 就是這一箱 來開箱 這是四巨車耶 包得好好 哇這一台也太美了吧 哇 好我們來搭配他的信件呢 來一起讀看看 曼斯德你好 我是從四巨車影片開始訂閱您 您的每一部影片我都有觀看 最喜歡看你影片中 剪模型的咔咔聲 嗯我也覺得這個剪模型的聲音 真的是非常的療癒喔 還有把四巨車噴漆後 煥然一新的樣子真的是非常紓壓 這台車子呢 是我在陪朋友逛模型店的時候 無意間看見的 剛好想起前幾天 您有問到推薦什麼樣特別的車子 這台粉紅魔鬼魚的顏色 滿滿少女心的風格 肯定是能跟特別沾的上邊 希望有機會能看見你完成它 也希望您的影片能讓更多人看到 早日達到10萬訂閱 祝福你順心 好我們謝謝這位觀眾 四巨車呢大家聽到 應該都是一個很陽剛的字詞喔 沒有想到居然出現這樣子 這麼美的車子耶 我們先來稍微偷看一下裡面喔 哇賽真的是超美的 珍珠白淡粉紅 然後這應該是桃紅跟 哇 這車框 車框還有銀色的電鍍耶 真的是滿滿瘦女心 我們就下個禮拜來做這台好了 好不好 真的是太漂亮了 而且呢需要上色的地方也不是很多 之後呢我再來好好研究一下 好再次感謝這位觀眾 謝謝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來開第二箱 這一箱就沒有特別說是什麼 哇太大 好我先把它打開 來我把它拉高一點 來我把它拉高一點 好來一二開 鋼彈 鋼彈 哇 鋼彈35週年一番賞的最後賞耶 看一下它的小紙條 好 下面寫 嗨曼大 這是我從日本帶回來的出鋼 知道你也喜歡鋼彈 特地把它送給你 希望你喜歡 也期待你能噴一隻鋼彈模型啊 小曼粉流 現在 那個粉絲自動名字取好了 叫小曼粉 哇這個也太大禮了吧 來我先把它拿出來 哇這個盒子很大喔 大概 快30公分的大小 哇塞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 紀念獎盃的感覺 這裡還有寫上一個35年喔 我們先把它開箱 哇 這個真的是完全假不了了 這裡還有寫一個製造番號 哇這太酷了 最近呢 出鋼彈才出了40週年的組裝玩具喔 那這個是35年的版本 哇 真的是太酷了 欸 這個鋼彈是可以拿起來的 我們把它分開來看好了 它的光劍 它的光劍也收納得很好 用一個膠帶把它封住 好我們把它分開來看 壓低點 這一支出鋼彈呢 是硬塑膠 就是像我們一般那種景品的材質 而且細節不馬虎喔 這裡有寫2014年 頒帶出的 然後這裡也沒有忘記細節 就是它已經拔出了一支光劍呢 這裡沒有再附一個給你喔 好我們先把它裝上去 這支的樣子呢 真的是打趴了最近出的那個 出鋼的景品 最近出的那個出鋼景品啊 不是腰歪一邊 就是天線歪一邊 真的是屏管有問題 我看一下可不可動 嗯不可動 好它就是一個景品的一個展示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底 上面做的這個金屬磨砂材質呢 你乍看之下 我以為它是金屬喔 而且上面壓的這一塊呢 也非常的漂亮 35週年 背後沒有 下面是空心的 這支的比例應該是1比144吧 我來去拿粗鋼給大家比一下 好的 那這支呢 是我之前製作的粗鋼 採用的呢 也是金屬配色 然後幫它貼一點水貼上去 來我們稍微比一下大小 它這樣感覺比我們這支粗鋼還要再大一點喔 不過也差不多就是1比144的比例 好 我們來把它組裝起來 哇 這個組裝擺起來真的是很酷喔 非常的有氣勢 真的是非常感謝這一位觀眾 那製作鋼彈的話呢 因為時間比較長喔 我必須要再去研究一下呢 那個相關的一些SOP流程 之後呢會慢慢的推出 那也希望呢再給我一點時間 好的 那麼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 觀眾來信的開箱內容 如果你也想要寄信 或是寄一些奇怪的東西 來給曼士德開箱的話呢 說明郎會放我的信箱資訊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請幫我點個訂閱 給個喜歡 然後呢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想要幫我按擦 接一下 我記得要看一下 另外一些小型的甜甜 才可以說 謝謝 玩家 那樣 第一次 在這裡 看到 以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